人的生命 怪人的自由和健康 你站在哪一边 就像8964广场出现的情景 跟我们2月到3月 我们是在新西兰国会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样 这里的市民全面支持 免费的食品 全部很人性化 然后大家在那边都很开心 传递的是爱 大家互相自己很团结 很友好 很自私 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要改变这样逐渐想左 想独裁的体制改变 都是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市民 用自己的声音去影响别人 让别人来注意到 这条路已经走外了 我们33年之前和现在是一样的 所以说那天到国会 我们靠外事件 在那边的警察 我们新西兰警察也出现 有个别也是出现 香港警察的情况下 我真的是很着急 如果在33年以后 持续这样子下去的话 这个就是新西兰就是第二个中国嘛 对吧 嗯 是 对 你们听到了吗 听错吧 现在你们小心一点 因为新西兰一样的中国 一样的 用中文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很久不见 很久不见 你懂很忙 对很忙很忙 今天为什么到这里啊 因为今天是33年 然后天安能明 呃 广灯 这么说 Massacre 对 嗯 嗯 我们今天是因为是64 64的话 我们是想那个 因为这个我们64的经验碑 我听说很多年了在新西兰这里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来 因为我们是等下还要过去到安在克路那个岔口 我们那个新中国联邦 今年64二周年的那个广告牌 呃 就是LED广告牌 呃 就是为了庆祝两周年的新中国联邦在那边 我们还要过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我 因为我呃和Michael都是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的追随者 支持者 我们的64 我们的呃 纪念日期就是定在64这个日子 就是延续了8964的斗士们 为我们争取自由 我们追随他们的脚步 所以呢 就是6月4号这个日子 我们也是新中国联邦 纪念日的一个日子 两个日子是相同的 虽然是我们经过了33年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我希望就是 就是追求光明自由的种子 一直在心里不改变 总有一天我们能得到 嗯 所以我就想今天是16特殊的日子 就提点一下我们8964当中献出生命的那些自由卫视们 然后我们等下再过去看一下 我们新中国联邦二周年纪念的呃 呃庆祝那个大庆广告牌也去拍摄一下 哈哈哈哈 是啊 嗯 怎么说 你觉得因为你去过我们的freedom village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呃你没没去过天天门广场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都一样的是不是 对 其实按照我这个年龄呢就是在8964的时候我也真好是初中毕业了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大城市 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就是气氛 生活上气氛 嗯 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相亲比较远嘛 其实城市里面还有很多报纸的 他们信息是很灵通的 那时候呃 新闻上面的消息 报纸啊 媒体还是 比较自由的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 而且后来等我呃 呃 接触了8964的真相以后是在后来有了那个团讯呃有了微博 嗯 我上微博以后看我就觉得这事情有点有点我有点奇怪 我有点奇怪 我就是问那个连长的因为我爸爸是公务员嘛 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说这这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你年纪小不要跟别人说 他说这事情呢这个之前呢因为是工人阶级学生 乃至老百姓呃知识分子都是联合起的非常团结全国各地的火车是日夜不停开往开到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嗯他他说天安门广场因为我爸爸是呃虽然是公务员他也当过兵呃他是很早的时候的高材生但是他一直没有去过北京嗯他跟我说他说你们不要去北京因为你去北京的话你第一站是哪里天安门广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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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广� 广呃是天安门广呃是天安门广呃就是纪念烈士的那个纪念碑吗你们肯定要去他说你不要去我觉得挺光荣的呀为什么不不要去但我妈爸爸就不善言辞的人他就没多说我爸爸是呃四八年出生的他是那时候是重点高中高材生去当兵的那个时候他就没入党那个时候没入党是很很很有压力就是很受人歧视的因为那时候他就没入党了那个时候没入党是很有压力就是很受人歧视的 那时候是小学生当兵的也没有啊你一个重点高中的高材生是你有很多的发展机会你为什么不入党啊而且到了单位以后要竞争入党他很多机会他都不要是对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很怪他呀你为什么就不想做干部呀我们小孩子也是因为我姐因为我大姐他学习成绩很好他一直是班长结果很明显他的入学通知书就被别人拿走了呀 他就回他就没好的工作就是那时候好像诱失啊什么那个卫校啊这是最起码的是有的就比他很差的但是相差很大的相差很大的因为他那个人的爸爸在银行里上班的人家就换走了我爸爸说我然后我们说这肯定被人换走了叫我爸爸去生事他说没有必要干怎么着就怎么着他总是没说明白嗯他都是没说明白所以都是八九六四的事情后来在微博上 我爸爸的事情跟我爸爸的事情一印证的话我觉得这事情太恐怖了但是后因为我爸爸也当兵我三叔子也当兵他们成年人他们也看报纸嗯就这这就证明了我爸爸没必要骗我呀他何必呢是吧而且现在后来我到了国外以后呃上VP呃那个就国外国外以后我就上Facebook啊还有推特啊很多媒体上面一看嗯嗯 哎呀我真是很崩溃嗯有个镜头我就是那个有个阿姨北京的阿姨他拉着解放军的手解放军叔叔啊你不要对我们的孩子下手啊嗯救他但是之前我对中解放军真的是很崇拜我觉得他们保卫我们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了保卫这个党来对付老百姓的他跟我们已经是对立面了嗯他不保护我们任何人嗯你看现在这次 像那个上海清零啊这是大白们大白们不就是解放军吗你一个呃很多人会上感情说假如说我说共产解放军现在成了呃打手嗯成了刽子手被利用炮灰他们会很伤心会很感情感情上会很接受不了但我爸爸也是当兵的呀我爸爸也是军人啊我不没我不会去污辱我的父亲啊但是你做错了就做错了做对了就做对了 而且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大事大非是关于人的生命关于人的自由和健康你站在哪一边就像八九六四广场出现的情景跟我们那个三月呃二月到三月我们是在那个新西兰国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样嗯这里的市民全面支持免费的食品全部很人性化然后呢大家在那边都很开心传递的是爱嗯 大家互相自己很团结很友好很自私是的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要改变这样逐渐想左想独裁的这个体制改变嗯都是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市民用自己的声音去影响别人让别人来注意到这条路已经走外了那我们三十三年之前和现在是一样的所以说那天那个当那个国会我们考外事件 在那边在那边的警察我们新西兰的警察也出现有类有个别啊也是出现像香港警察的情况下我真的是很着急如果在三十三年以后持续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就是新西兰就是第二个中国嘛嗯嗯嗯对吧嗯是对所以说你们听到了吗听清楚吧现在你们小心一点因为新西兰一样的中国是不是一样的就是像我们参加很多 很多游行示威活动的话我们基本是单独的不跟像那种像他们民用组织什么我们不在一起我们就单独的为什么现在政治很复杂我们出去只是想表达我们一个普通的公民或者市民自己想发出的声音但是如果说你有政治的力量在后面的话不管你是反对党也好执政党也好都有可能CCP的影子在后面嗯他们是两边压保的 像个赌博两边压保你赢了你也是CCP你输了无所谓我还有个败胎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老百姓很难他们以为选择正确的党正确的人正确的事他们会代表我们去说话但是你投谁的票都一样只要CCP在都一样CCP去渗透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但是中国是独装国家呀你这个政府你要给谁钱用给谁花你想卖谁想买谁 这是速度很快效率很高不像民族民族生活他说你你你你一个投票你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决定不下来 嗯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活得不如牛嘛没有一点人权他产出的劳动力他的所有的价值都在为了共产党去渗透其他的国家成为第二个中国而在花费我们的心血甚至生命嗯所以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事情比方说我在这里比如说比方呃这里有中文网中文网里面 你去我们呃呃我们试过两个啊他招工招工的时候他不一定招工他写了中文他不一定招工嗯然后你跟他联系他就要你的真实人姓名生日叫你报给他嗯他才让你报名他就是收集证据然后我又又换了一个做广告的说一直在招人我没有过去嗯哎你的疫苗真的发过来吗哎你那个微信群能要进来了 你不真实的是我们是不会招的我跟你说中国共产党他的宣传嗯统战的特务间谍一塌糊涂嗯就在我那个上个月在那个我们做做做食品给我们卡车司机的时候那个我们去了一个月那个时候麦克尔也是一起去嘛我们就那大帐篷啊睡沙发也是呃支持支持支持的时间挺长的嗯 哪里有我们中国人和我们本地人团结合作在一起的地方嗯就有小特务出来捣乱破坏我们华人的形象是并不是我们华人形象不好素质很低而是因为当有别人看见华人的地方那些华人当中的败类就会出来做一些破坏华人形象的事情嗯共产党派出很多间谍特务 多的不及其数嗯真的是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就哪里丢人嗯你甚至在公园里面坐下你说他也不是特务他也不是间谍但是他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他对共产党非常支持嗯呃前两天在澳洲发生了一个公园发生个事情一个香港的叔叔坐在边上有有个人问他大陆一个一个一个叔叔问他他说哎你在讲中文你是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我不是 我是香港人这下不得了了两个人打得头破血流嗯人家是哪里人他爱认为认同我是哪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宇宙那么大中国人算老几啊你说是不是嗯我们中国人不是属于哪块土地属于哪个政府的我们属于全宇宙全世界的人家说我是香港人哦你不认同我是中国人嗯你就是卖国了就打人家所以说 这种人他不是特务不是间谍但他起到了破坏华人形象的作用嗯也就是说因为这种人多了世界上徘徊的形式就会多嗯其实这些都是有共产党在后面操作的三弄啊嗯是不是是对所以说多作用我们华人的话也是很无奈我们把这么复杂的事情跟我们本地人说我们那个呃纽约的那些市民说听不懂啊 他也听不懂他说哎我的邻居很好的他是很反共的嗯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们用把反共的人他以反共的人在国内炒作出来国际上用媒体那些大湾约的炒作出来他有名了很多反共的那些义士的人民族斗士的人来了跟他在就找他去了他有了一个圈子把你们的信息牢牢 要和住把你们再以国斗那些老你们那些老外理解得了吗所以说我们比虽然这里有个我们的那个八九六四民运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杯我也听我们的其他几个老大哥说他说每天有很多一般就是周末这里有很多就是华人那个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啊就是也是反共的人士可能民族民运人士啊他说是经常有的他说如果哪里有民运活动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看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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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跟他们去 因为我经常去游行嘛 他说可以去 我说这太复杂 嗯 我说我们反正是目标是一样的 大家要团结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时间是区别谁好谁换 做自己的事情 只要是你说的是一样 我们就相信你是一样就好 很多当年的六四 就是逃到新西兰的 很多民运的人士 啊 反共人士 到后来他们在这里 明着反过 但是实际上呢 共产党现在适合在新西兰很厉害 嗯 实际上都把他们给收买了 是 嗯 慢慢来的 嗯 是 慢慢来的慢慢来 对对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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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所以就是以前的八九六四民运的这些相当有那个当时的时候就相当非常有作为的那些民主斗士 这是我们也是华人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他们已经 有的呢就是仍旧在仍旧在继续啊 仍旧在坚持 但有的呢已经沦为了中国共产党来反过来迫害你追求民主斗士的武器 嗯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出来 你在民族国家人家收留你你作为一个政治庇护者 你应该为感恩这个在你所在现在的这个国家 你应该把自己在社会主义独裁体制下政权下的暴政下面你所有的遭遇你告诉给这个民主的国家 你们要珍惜千万不要走那条路 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是否有人在破坏我们现在的很美好的体系 嗯 但是他现在又出来以后 有的是在这里呃有的是在每个国家因为收留巴士民运那些被迫害的人 他们受政治很多国家都在收留 包括澳洲美国啊什么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都都有嗯 但是到后来对对对但是后来他们就是成为了嗯 收集反应人士资料 把情报给共产党然后把这里有反动人士的人 你若在这里你的家人在国内他们就迫害你嗯 你很很很明显的你一个像法轮功 你法轮功哪里有跌付你的政权呢 嗯嗯 人家心灵美法轮功对 哎哎行其美人家生理心理都很健康嗯都很美好是 全世界都很尊重法轮功的成员他们好像几十年四十年如一日 一直不变从来没有暴力带给全世界各地都是美好嗯都是有爱 为什么你这个人民一团结你这个政府你就怕了呢 你就要打人吗你要杀人你要关人呢你要个人家器官呢 嗯 现在还要说哎呀新疆的事情你又没有你又没有看见证据 哎呀法轮功你也没有看见证据 新疆的人那你现在上海北京长春那么大的城市 你被关在家里你看见了吧你看见没有对吧嗯 哦你说你也没看见吗 你现在用封锁的方式把你关在家里 医院不让去有些不能及时做手术死了 你看见了吗 还是你自己命不好呢 嗯 所以说老百姓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觉醒的越累越多 但是是你太无耻了嗯 太晚了太晚我们就是付出的代价才会更多 嗯是 否则如果说你醒得早知道得早你反对得早你勇勇敢的早一点 那你我们付出的牺牲就会少了嗯 但是也不会太晚也不永远不会太晚 我觉得现在开始明天开始也是可以的 对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你一直在对我们华人世界 对CCP宣传这些真相你每天都很忙 一直在不停的做VDO啊发到油管啊各种平台 真的非常感谢你 为我们华人团体发生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因为我们见过好多次了嘛 嗯 到哪个游行地方 因为我们是这样才认识的嘛 嗯 对 非常感谢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 呃 像我跟Michael两个人 我们是新中国联邦的追随者嘛 呃 我呃 创始人是郭文贵先生 他 其实 为什么我们追随他也是有原因的 而且我们是 因为我是体制内的那些高层的老大哥我认识的也有个别 他很早就跟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倒卖什么那个火车皮呀 卖呃叫什么批文你知道是什么批叫批文吗 你在北京你有关系你把一个项目的审批的文件你把它买过来 你在卖给想想实施这个项目的企业你就赚钱了 一个批文一百万两百万一个亿都有 嗯 所以说八九六四的说啊反官倒 呃 反 行事主义 反腐败 就那个时候已经清醒了 对吧 对 所以但是八九六四八九之前还是刚刚萌芽他们还是知道的人很小 只是嗯 角色很惊心很清醒 知道了后来知道人有多 但是现在呢就腐败的程度完全你不可想象 嗯 也正是八九六四镇压了以后 用军队镇压 射手攻击的老百姓 嗯 所以在后来了反对的声音呢 就越来越小 因为你手上没有武器没有枪你不是在美国呀 老百姓你你不认可你侵害我 或者说你用暴力对待武器对待我 你有枪我也有枪啊 所以是解放以后 哎呀打仗的时候有民兵每个家发枪啊什么 叫你们打日本啊什么打国民党啊 到后来把枪也收走了 现在新疆连菜道都收起来了呀 嗯 你没有武器 我有枪他干什么都行 你几百万个人就就能把把把把把新疆人赶到牢笼里去 你你把一百只鸡你干到牢笼里你有多困难 嗯 但是共产党有枪啊 他就把那么多人就赶进集中营了呀 所以说他是一步一步的膨胀 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暴力 嗯 杀率越来越多 你现在你说是 越来越多 对 现在这个人 现在全世界都在说CCP病毒 嗯 全世界你说这不是CCP病毒吗 那你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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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共产党全世界都是说CCP病毒 你说不是 那你共产党你出来 你去 你去证明你不是呀 不是 你来证明呀 人家要你证明 世界世卫组织到中国来到武汉 你连海鲜市场你都拆掉了干嘛呀 你不是证明政治 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你自己毁灭呀 嗯 那你还有 你还有什么话说 嗯 在国会广场上 我们发现一个很类似的情况 跟香港 嗯 当警察在打示威者的时候 嗯 然后就有两个警察 就打着那个地方 让你的镜头 不让拍到 对 那个镜头 那种现象 在我们看香港游行 警察对待游行示威的时候 就是那样的 嗯 但是在新西兰国会 就发生 警察在殴打游行者的时候 然后另外两个警察就挡住他 然后你这一边的这些镜头就拍不着 嗯 一模一样 甚至我们都想 这些人肯定一定是接受了CCP的培训 对培训 从香港取得经验了 手法是一样的 那天我是第一天有点小骚动的时候 我是在现场 当时有一个 我在第二个小骚动的时候 就有一个市民 他们就把他的手 就一个人把他压回去 就手这样压着 压着以后 他已经有手铐了 你就把他往里面推就行了 他就把这个手铐拉得很紧 导致这个被驳者 他不得不就是把头拱到地 他才能走路 当时我就是那边喊着 我说你为什么要折磨他 你没有必要折磨他 你为什么要折磨他 他就是过度使用暴力 他已经是这个手法 因为在我们中国 那是太多了 你只要人多 你只要喊两声 警察两个三个 马上就把你按倒在地上 像老鹰一样抓起来 你也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 他现在还没有判刑 你为什么要给他动刑呢 他就是在动刑呢 然后现在那么多 新西兰的市民面前 这个手法为什么 很明显他不是本地人 这个警察不是我们 新西兰本地人 不是的 绝对不是的 他戴着口罩 我们也看不出他是哪里人 新西兰的警察不会这样 我们在国会每天跟那些警察聊天 那些警察我们都认识 因为他好几班 好几个小时在这里 明天他也在 过两天他又来了 我们都认识他们 他们跟我们聊天很好的 绝对他从小没有受到过暴力影响 他不会有这种行为的 我现在在工作的地方是 我们经常碰到警察 他经常叫我们这边喝茶喝咖啡 他跟我们聊天 每天都会来的 我们每天跟他 每个人跟他聊天 什么都很好的 真的是非常好 跟我们隔壁邻居 以前跟我们很小的是 解放警叔叔 跟着屁股后面 拉着他们的口袋 要看看他的枪什么 真的没有一点戒备至心的 对对 但是现在真是很伤心 在国会那边真的是很伤心 对 现在很不痛的对不对 对对 但是我希望我们这次新中国 如果爆料革命的话 已经能够把这个CCP 能够彻底是彻底是灭掉 因为是像八九六四民运人士 他们喊的口号是 都是说是反共人士 但是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灭共 你不灭共 你反是没有用的 你让他改变是没有用的 他这个体制不变 他不是光光害我们普通老百姓 或者是说你做小商人 不是 他自己在内部也是互相杀戮 互相利用 你看 军队里的军长还剩下几个 有几年没动呢 死的多少 公安庭副厅长 政厅长 部长都在哪里 死的死 怪我哪一人不是 嗯 我要用你的时候 你把他把徐才厚给杀了 杀完徐才厚 那我把你也给杀了 嗯 让另外一个人来杀你 嗯 他另外一个上来以后 利用完以后 又把第三个 第四个人 把你也给灭了 他互相之间也是个绞肉鸡 他就是个魔党 根本 人也不像人 妖也不像妖 鬼也不像鬼 是什么东西 反正这是全世界的悲哀 能把这个 能容忍这个 这个魔党到现在 你看全世界人民受了多少苦啊 他的 因为CCP这个 他专政集 专政集权的体制 复制过来 渗透过来 全世界 每个老百姓都不在受害吗 嗯 新冠病毒爆发 他 共产党他掩盖真相 这个没有人会有意义吧 新冠病毒还没有爆发呢 把全世界做口罩的 嗯 治新冠病毒的药物 全部给收光买光 这个可是有证据的 不是我瞎说的 嗯 你都不知道有病毒要 要出来 你为什么会要去先去收这个 你八卦算出来的吗 你算命算出来的吗 都是有计划的 嗯 嗯 现在在戴着口罩的 每一个戴着口罩的一个人 哪个不是共产党的受害者 是 你这个口罩什么用啊 疫苗两个三针 四针都没有用 口罩有什么用啊 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 一个大公叉里 每个人戴着口罩 你说可笑不可笑 嗯 所以说 我去看 我去看 啊 没关系 好 今天我们新冠国联邦 成立二周年 我们也还回去 还要开着很多直播 哈哈哈哈 希望你多看我们的直播 在那个盖特上 推特上都有 嗯 很多谢谢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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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增 EN Misomiang 别增入台唐人 别增入叶唐人 别增入中 Stockholm 比方说我是从浙江来的 你是在新西兰 所有的人都是CCP的 所以但是我们主要认为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一定要去反对它 把它消灭 我们才会有安宁 否则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 你随时都会发现 我是很不安全的 你现在出去下一个路口 新西兰装了很高的监控 你觉得安全吗 脸上你经过哪里 你几点去哪里 它都清清楚楚 而不是说 新西兰掌握这个情报 共产党也有 它主要是 新西兰朋友不需要把这个情报 发送过去 他们马上就秒到 马上他们就接收到了 因为它是用华为 用华为系统 或者用其他 中兴啊华为 谢谢 谢谢 虽然你也是知道的 但是我还是想再说一下的 很多谢谢 谢谢 下次见 下次见